大家好,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Jungle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就是模型的变更与同步 这个内容应该说是比较基础的内容 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给大家拿出来讲呢 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教程使用的是Jungle 1.8的版本 而在Jungle 1.7之前的那个Jungle版本呢 和现在1.8非常的不一样 特别是这个模型的变更和同步的这个处理工具 在1.7以前的版本用的叫做SyncDB这样的一个工具 从1.7集以后呢 用的是我们的这个Migrations这套工具 在我们的网站上的好些教程 网络上的很多教程都是以Jungle 1.6 甚至是Jungle 1.5制作而成的 所以对于本教程来说的话就不太适合 然后理解这一个工具的使用呢 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模型是怎么映射到我们的数据库的表结构里面去的 Jungle ORM系统为我们做了什么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去关心那个Jungle是怎么操作数据库的 我们只需要关心我们模型的建立变更以及同步就好了 也就是说有了Jungle的 ORM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来操作数据而不必去精通Sycle语句 好了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模型变化以后它是否有错 这个检查出错呢 主要是为了检查我们的那些字段 它的关系有没有关联清楚 有没有关联错误 还有我们的字段的一些参数有没有配置错误 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模型的变化的检查 我们来看到代码当中 我们代码当中上一节课已经完成了一个应用的模型 在这个models里面 我们看到分类的模型和那个产品的模型 在这里面随着我们项目的不断的演进 我们的网站版本的不断的迭代 我们的模型可能会发生变化 所以在我们的模型变化以后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增加一个字段以后 首先就要来到我们的项目目录下面 我们先激活我们的虚拟环境 然后到我们的项目目录下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manager.py 变更你的模型以后来进行这样的检查 没有错误的话 说明你的模型的变更 至少从jungle的语法上 以及我们的那个类的关系上来说是没有错误的 没有错误以后 那么就是生成我们的数据的迁移的脚本 它的命令就是同样的用manager.py来执行 make migrations 就是生成它的迁移 然后这个app label呢 也就是说你的应用的名字 这个是一个可选的 大家要看得懂这个符号的表示 中括号表示是可选的 这个兼括号表示是这里的参数应该去代替 make migrations 我们这后面可以不写app的名字 那么它默认的就是检查所有的app 为所有的app生成我们的那个迁移的脚本 如果我们跟上一个app的名字的话 那它就只为我们所指定的app去生成它的迁移脚本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直接为项目的所有应用生成脚本 我们会看到 它这里有一个提示 好了 然后生成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查看我们的sicle语句是否有错误 因为我们的代码可能写的有错误的话 但是在将构检查不出来的情况下 但是它会去影响到我们sicle语句的正确性 所以这一步的检查是有必要的 sicle migrate 然后是跟上app的名字 这个是必选的 大家看到这一个没有打中括号的情况下是必选的 然后后面的这一个migration name也是必选的 也就是我们生成的名字 在默认的情况下将个为我们生成的默认的名字是001 002 003 这类似的东西 我们看到这里 有一个002 也就是说第二次变化 我们看到呢 它没有打印出来任何的一个语句 实际上我们的第二个版本是和第一个版本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来查看001的话 它就为我们显示出了会在数据库当中去执行的sicle语句 好了 我们检查完了sicle语句没有错误以后 那么就是直接python manage.py 然后是migrate 这个呢 就是应用当前我们的变更 也就是说会去执行这些sicle语句了 这后面的参数也是可选的 第一个呢 是app的名字 第二个是我们migration的名字 好了 这里说一个东西 就是migration这套工具 实际上就是jango rm管理我们数据表结构的版本控制工具 更多的东西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给出的那个链接 最基本的使用呢 就上面这四个流程 我们现在的姿势